玩具TV第29季第4集 转瞬间爆弹声 台柱终于回来了 我是柱 我只是一个柱 我只是柱 今天很多人 阿加也在 还有Lawrence 一阵小主角 小活宝贝 好 广告买完 广告买完 广告客户的说话 这次要介绍的就是 Annex 2179 自从上次的Acid Ring 之后 我认为了Acid Ring 就出了Annex 2179 这个真是阴光了 没错 未来的 你喜欢未来的 有Annex 2179 你喜欢军事东西 有Acid Ring 这个Steam Punk Feel 没错 好 这个好像有个大大盒 这种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 先读个名字 2EU5 草获兰读 2EU5 当然 看盒就知道很大分 再看什么 都是很大的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知道有这种大浪交 所以就邀请了你来 没错 总金礼拼 整餐饭 好了 我们轻轻讲解这个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就是 本来 就是有我们转头介绍的两位人兴 叫做 废品骑士 研究出来的 这个叫做管家 就是一只叫就斯的机系人 就是专系收垃圾 2EU5 2EU5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他的额头 其实他都做得很有心思 他的额头就写到 将这个2EU5 写得好像 是哦 好像英文字 所以你叫他就斯 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挺有意思 本来就是 因为他有人工智能在里面 专业是负责收垃圾的 谁知有一天 就收到上次 我们之前 介绍的那两个女孩生化人 是不是 记得吗 真的有两个生化人 那两个女孩 接着就收到的命令 要回收那两个女孩 谁知他就突然之间自我 看到有美女 看到有女 就忍不住 我不收他们 我用我的方法收他们 我决定去帮他们逃走 逃亡 和回避回收 令到2EU5 将那两个女机械人 和这只机械人 会产生什么故事 去反抗那些人类 人类 大家继续追下去 好 故事讲完 继续玩玩具 继续玩玩具 看到整只都很巨型 很类型 平时的 Acid Ring 再巨才有这样的尺寸 现在Annex都出了这个尺寸 好像是Annex的 即是 即是 即是整个系列第一次出到这么大尺寸 是的 不要以为他就是一个机械人 但是大家 其实呢 他也是一个再巨型 哦 咦 这个就是 其中一个废品骑士 Trash Knight 其中一个 是的 Trash Knight 很多东西 或者我们拔它出来 close up 给大家看看 这个Trash Knight 正 主体其实都很试正的 整件衣服 也都看到有用一些 尼龙的质材来做一些类似 我叫围裙 有短裤 其实整个感觉是很trend的 我觉得这块布正的 这块布真是正常的 那块布很有趣 真的用布 好像是不是第一次呢 不敢说 不敢说 如果是 是NX 179 有错证更正 有机会是 但是 acid ring 其实都 一向都用很多 是的 一些技术的东西 而且呢 你会看到很有趣的 它那个布那里 写明是recycle 因为他们是专闭 收垃圾的 没错 因为是八辆宝 收垃圾的公司 是员工来的 所以他们跟的配件 我还很难地扔出来 好像很多工具 一些工具系的工具 我们以前叫做素街帽 是的 但是这些工具 不是素街 就是用来 用来分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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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BSRI 用来分屎 是很多人 坏钩 有一個廢品回收後的工具是很值得的 可能要再移動一下工具 再看一看 雖然這拳頭雖然感覺很相似 但衣服、頭部的配件有很多都不一樣 背心是不一樣的 轉轉就會更加看到 再簡單來說,坦白說的身體是一樣的 但裝備,例如帽子、衣服、淋淋滋滋滋滋滋 都有很明顯的分別 而且它的樣子真的越來越做越漂亮 對呀,越來越漂亮 以這個尺寸做到的樣子,我覺得沒得看 其實每次我都會扭一下人 但我覺得扭了這麼多年 所以要再扭下去 根本的關節是完全不需要擔心一些動作問題 還可以導轉彈 幸好這個系列沒有太多規格 所以它的可動會令它更加高 而且不會阻礙到 我想問這個大機械人真的是狼狡? 真的是狼狡 是時候都要講講這個大機械人 對呀,對呀,對呀 這個我覺得它是做得挺有心思的 首先說,如果這樣第一眼看下去 它一點都不像狼狡 一點都不像? 對呀,第一眼看下去 我以為是一向X-Ring 我愛的那些素材,那些膠的素材 正常的膠 可動的Figure 對呀 誰不知它敲下去才會聽到 咦,狼狡的聲音 因為它的舊化各方面 真的做得挺出色 還有它最特別是什麼地方呢 狼狡來說它真的做得好 為什麼?因為它做到變形的效果 可以變成了一架飛機 打它,不是,變的 沒錯,就試一次給大家看看 其實就很簡單 它在這個位置做得挺別出心裁的 就是這裡可以打斜去 做了一個斜切之後 它就可以很方便給它 其實這些變形 好像我們小朋友的時候 玩玩玩具的那種 簡單的變形 就是不用看著說明書 在裡面半個小時就有啞的 對呀 這些好像小朋友玩變形那種很開心的感覺 對呀,可以無限變 邊緣又在邊 邊緣又在邊 但是呢,Almond你也玩開這些狼狡 你也有做過啦 那是不是這隻呢 這麼多可動又可變又可領呢 是不是很多個帽子 會比較高成本呢? 這個呢,其實我也要賺一賺它 它沒有說做到很複雜的球出來 反而件數呢,大家都可以數到 對呀,真的有無共睹 但是它做得好的呢,是它的設計方面 對呀,它的設計方面 令到它真的可以做到一個機械人的變形 嗯 對呀,這下我覺得是挺刺激的 我想它最多最花心機呢 都是在一些賞色方面 對呀,因為如果要做狼狗這種素材 要上這些舊飯吃都難的 因為狼狗最主要是它會變的 對呀,那麼現在它 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做得到這個效果呢 我就覺得非常理想 對呀,轉一個圈給大家看看 其實是好試正的 有應該有噴射器 有應該有盈 就在頭盔後面玩了一些東西 成為了一個駕駛槍 好像一架藍 好,今集玩了這麼多 大家看到他們的頭身手腳比 真是這套東西 我反而是喜歡這一個封面 很舒服地看上去 Annis的封面真的挺吸引 尤其是色彩 潔魯斯是厲害的 最後說一下價錢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興趣 這個機器人是1500多 兩隻公仔是600多 2100 搞定 2100 即是2000元左右 一套就可以整套 他們的發明人 和他們的寶貝機器人 就是可以拿回家 以我所知這款之前 他剛才在台灣展出了一隻 另一隻是賣爆了 是 以 event 限定 是的 因為這個顏色 它這麼彩色 可能它是一個廢鐵機型 它是護照 左拼 右拼 左拼 右拼 其實我喜歡這個卡通 如果有一隻是圓色 德哥經常喜歡的什麼 軍綠色 海軍色 黑色 暗色 那些可能又有另一番風味 你有興趣的就自己想辦法 沒錯 待會見 待會見